喂,你好,我不要你去了,我们工作人员上门,好不好,你这点击,我们也不放心,你去了,我们去,你们是得自己和他人最好的防复,那你先不住,你放手心情,真的好不好,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,心态住住,好不好,不要乱,对不对,你在这个家里是最大的精神之处,是不是,保德斯,这是我们的工作,应该走的,应该的,啊,我现在就是在武汉的百步亭地区,这百步亭啊,据说居住着有大概18万人, 光居委会就9个,疫情爆发之后,其实所有病员的组织信息的上报,甚至病员家属的服务,都是社区工作人员在进行,所以今天我来到这9个居委会其中的一个,让咱们来看看他每天到底在忙些啥, 你们现在每天就只戴这种普通口罩,是吧,对,就这种口罩,就是,我看到你们之后,我会觉得自己穿得好奇怪,来来来,对比一下,对比一下, 啊,不行,我要摘掉了,不行,没事,没事,我有几个,没有,我带着便酒,咱们那每天都做什么工作啊, 现在吗,现在每天都是在搞这个,进行冠状病毒的这个防疫工作呀,除了接居民电话,然后给居民提供服务, 还有就是安抚进行情绪,还有就是如果居民来了这些发热上报的这一些,那么我们还要给他们进行跟踪,回访, 感觉你一天要做好多事,是啊,我们现在社区工作者真的是分针麻素, 说是这个爱护排查那个,能给我看看吗,一直从25号开始,然后25号,26号,这样子一起下来, 那这标黄的是啥意思,标黄的是证明反复的,然后跟踪了几天它又有问题了, 然后我们就持续追踪,然后这些灰色标护的,就证明是已经做了隔离,或者是去了医院的, 咱们现在是去干啥要你拎着菜, 我们现在去给独自的老人送菜, 去给一个老爷爷送菜,这个老爷爷的老伴, 现在是疑似感染了这个肺炎,已经被收治了, 所以他自己生活在家,老爷爷82岁,婆婆是79岁, 哦,82岁,对,每天都要这么送菜吗, 有时候是每天,有时候是每天,变成花样送, 对,每天给老爷爷送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吗, 对, 发热门洞, 就为啥这里往要贴发热门洞, 因为里面有那个发热门洞, 那你们现在每天以后过来跟踪他们的情况吗, 现在的话, 我们这种发热门洞的话就不以上门为主, 是通过打电话呀, 这样的话减少我们去接触, 你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个工作呢, 这个工作好呀, 我总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奉献嘛, 虽然说工资不高,钱很少, 那医院正多少钱啊, 我吗, 嗯, 两天多块钱我, 我开了, 我帮你门口啊, 我把钱放这里啊, 我把钱放这里啊, 那我们走, 那爷爷再见, 加油, 嗯, 如果我们不去送菜, 他们又不方便出门, 那像刚才那个姐姐, 他82岁了, 他平时本身就不怎么出门的一个人, 所以我们这边就只能给他送菜, 送粮食, 然后还得保重他的营养, 那你说你每天跑来跑去的, 然后我还老被人麻烦, 一个就挣两千多块钱, 你的荣誉感和成绩感在哪里, 荣誉感就是居民对我们的肯定啊, 就像刚刚那个爹爹说, 他说那我看一下是不是他, 他每天都给你送菜吗, 哎, 我看你生日长啊, 是他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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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借助时间长了, 好, 好, 不跟你借助时间长了, 好, 这就是居民对我们的肯定啊, 那么我们的荣誉感和成就感, 就是居民对我们的认可, 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, 有一天, 你有没有想过, 你跑来跑去这么累, 你病倒了怎么办, 我病倒了怎么办, 我的家人, 我的公公婆婆, 我的老公, 我的孩子都在, 都在另一个房里面居住, 相当于我现在就是单独的居住, 不是, 你病倒了, 你会觉得委屈吗, 我现在有坚强的信念, 让自己不耐心打, 走, 每天到我们在为疫情的进展着急, 到我们在为身边的亲友, 可能患上疫情的这种肺炎着急的时候, 我们很容易就忽视了,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默默封现的人, 所以跟他送完这道菜, 然后看到这里的邻里关系的时候, 我最想说的是四个字, 理解万岁, 大家互帮互助, 齐心协力, 我们一定可以战胜这次疫情, 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, 未来几天会持续带来我在武汉的观察和体验, 拜拜